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二百九十二集 当年恩怨 杨过的笑声忽然中歇 只见那灵狐直挺挺的 一动不动 竟已死了 糟糕 我袖子一卷之力使得太大 这小东西原来如此脆弱 但不是死狐狸的血 是否能够治得施老三的内伤 他提着死狐 划到郭湘的身边 这只狐狸死了 只怕不中用 咱们栽作那头活的 说着将死狐往地下一指 他生怕狐狸装死 虽将他治出 衣袖后甩 只待他一动 力使挥出将之卷回 但那灵狐动也不动 显示死得透了 这小狐狸生得倒也可爱 像是跑得累死了 郭湘提起了一根枯柴 我去赶那头小狐出来 你在这里候着 他说着走前竖步 将枯柴往草丛中打了下去 一下打落 但要提起再打第二下 说也奇怪 竟然提不起来 似乎被草丛中什么野兽 牢牢地咬住了 郭湘移得一声惊叫 用力一夺 这柴枝反而脱手 落入了草丛中 跟着色的一响 草丛中钻出一个人来 一头白发 衣衫蓝绿 却是个年老婆婆 恶狠狠地望着郭湘 举起柴枝 做事欲打 郭湘大惊 盲向后跃 退到杨过的身旁 便在此时 地下那头死狐狸 翻身跃起 窜入了那老妇的怀抱之中 一对小眼 孤溜溜地望着杨过 原来他竟真的是装死 杨过见这情景 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今日居然输给了一只小畜生 看来这对小狐 还是老婆婆养的 江湖上可没听人说起过 有这么一号人物 若是要那小狐 只怕尚有周折 于是垂首畅诺 说道 晚辈冒昧今夜 请前辈恕罪 那老妇瞧了瞧 两人脚下的树枝 脸上微有惊异之色 但这惊奇的神情 一现即逝 挥手说道 老妇人隐居僻地 不见外客 你们去吧 她的话声阴瑟瑟的 又尖又细 眉梢眼角之间 隐隐有股力气 杨过见着老妇容颜 令人生步 但眉目清秀 年轻时显是个美人 实在想不起这是何人 当下又失一礼 在下有一位朋友 受了内伤 需九尾灵狐之血 方能医治 福望老前辈开恩赐予 救人一命 在下和庇友 同感大德 笑声两久不绝 但这笑声中 却充满着 凄惨狠毒之意 他笑了一阵 才说 受了内伤 需得救他性命 好啊 为什么我的孩儿 受了内伤 旁人却死也不肯 救他性命 不知前辈的令郎 受了什么内伤 这是师舅 还来得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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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几十年了 尸骨都以化作了尘土 你说还来得及吗 杨过知他一级往事 心情异常 不便多说什么 只得说道 我们贸然来此 求这灵狐 原是不该 常言道 无功不受禄 老前辈若有所命 只叫在下 力有所及 自当遵伴 那白发老妇 眼珠子 孤溜溜溜一转 老妇人 孤居泥潭 无亲无有 权杖 这对灵狐为伴 你要拿去 那也可以 你便把这小姑娘留下 陪伴老妇人十年 杨过眉头一皱 尚未回答 只听郭湘笑道 这地方都是烂泥枯柴 有什么好玩的 我才不爱在这儿呢 你若嫌寂寞无聊 便请到我家去 住上十年也好 二十年也好 我爹爹妈妈 定对老前辈 款以上兵之礼 岂不是更好 你爹妈是什么东西 便请得到我 郭湘性子豁达大量 别人纵然莽撞失礼 他总是一笑便罢 极少生气 那老妇这句话 重重地得罪了郭靖 黄荣 若是给郭福听到了 历时便起风波 郭湘却只微笑着 向杨过伸了伸舌头 不以为意 杨过觉得这小姑娘 随和可亲 丝毫没替她招惹麻烦 向她略一点头 义是嘉许 转头向她老妇说 前辈对这小妹妹 刺锤轻木 原是她难求的机缘 但她未得父母云可 自己未便做主 她父母是谁 你又是她什么人 杨过微一瞅瞅 对这两句话 均敢难以回答 我爹爹妈妈是乡下人 说来老前辈也不会知道 她 她妈 她是我的 大哥哥 郭湘说着 眼望杨过 这时 杨过双目正瞧着她 两人眼光一触 杨过脸上戴着人皮面具 死板板阴沉沉的 不现喜怒之色 但眼光中 却流露出 亲近回护的暖意 郭湘心中不禁一动 倘若 我真有这么一位大哥哥 他定会 处处照顾我 帮着我 绝不像姐姐那样 成日 都是啰嗦 骂人 这个不对 那个不允许的 想到此处 脸上充满着 温柔静福的神色 是啊 我这个小妹子 年幼不懂事 我便带她出来 越历越历 郭湘本来 担心杨过 出言否认 听她如此说 不由得满脸喜色 她见着九尾灵狐 如此神异 只到必是一位 了不起的前辈高人所扬 事已随晚辈 同来拜见 得赌尊犯 实是有幸 说话乱拍马屁 又有何用 你们如此追逐 击打我的灵狐 是尊重前辈 知道吗 快快给我滚了出去 永远修得再来滋扰 那老夫说着 双掌一挥 一掌推向杨过 一掌推向郭湘 三人相隔 一仗有余 那老夫凌空出掌 原来击不到 杨过二人身上 但郭湘见他手掌拍出 一股寒风便袭了过来 杨过衣袖微白 将他推向郭湘的掌风 化解于无形 对推向自己的掌风 却不理睬 那老夫原本不想伤害二人 只求将他们逐出黑龙谈去 因此掌上只使了五成力 但见眼前二人竟是浑弱无视 备有的又惊又怒 气宁丹田 手掌上加了一倍力量 仍是两掌推出 这时已顾不得对方的死活了 郭湘一掘掌风袭道 胸口力感闷色 但杨过衣袖一挥 寒气灯消 心知两人正自比拼内功 眼见那老夫剑拔弩张 容色可步 杨过却一定神闲 自是占了上风 那老夫身形急闪 输得窜潜 这下快得出奇 只听砰的一声响 双掌已结结实实地 击在了杨过的胸前 他一击击退 不让杨过还手 已退出在两仗之外 郭湘大惊 拉着杨过的手问 你 你可有受伤吗 你中了我寒阴剑掌力 已活不到明天此刻 这可是自作自受 须怪不得旁人 当十五年之前 杨过的武功 已远非这老妇所能及 这时 他内外兼修 见真入神作诏的画境 那老妇的寒阴剑掌力 虽然狠毒灵力 却如何伤得了他呀 只不过 他与这老妇无怨无仇 又是为求他心爱之物而来 贸然捕捉灵狐 终究自己理亏 因此便任他拍击三掌 竟不还手 那老妇二十余年来苦练 寒阴剑掌力 已能一掌击碎十七块青砖 而每块青砖的砖屑 绝不四散飞扬 实施阴狠强净 兼而有之 他见杨过中了自己双掌 定以内脏阵裂 但仍是笑阴阴的浑弱无事 这小子临死还在影庭 趁着还未倒地身亡 快快带了小娃儿出去吧 莫要死在我黑龙潭中 杨过抬起头来 朗声说道 老前辈辟复处荒地 或不知世间武学多端 诸家修伪各有所长 说罢 纵声长笑 笑声雄浑豪壮 只有烈石破云之事 显示中气佩然 内力深战 那老夫一听 知他竟然丝毫未受损伤 不由得脸如死灰 身子摇晃 这时才知道杨过让了自己三掌 自己可绝非他的对手 当下不等杨过笑完 提起怀中的灵狐 左唇一吹 另一头灵狐也从草丛中钻出 跃入老夫的怀中 那老夫历声说道 尊驾武学惊人 令人好生佩服 但若要世强抢夺老婆子这对灵狐 却是休想 你只要走上一步 老婆子先捏死了灵狐 叫你空手而来 空手而归 杨过剑他说的斩钉截铁 知道这老夫性子极硬 宁死不屈 不由得大费愁愁 他若抢着出手点他的穴道 再夺灵狐 瞧来他定会一怒自枪 这样史书刚纵然就活 岂不是另伤了一条无辜性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